2018年斯坦克维棋杯最后一场较量结束,中国男蓝蓝队73比79不敌克罗地亚,最终位列第三,克罗地亚多德本次杯赛冠军,赛后球尼热议,水锦球就把水缓下去。 这就是杜芷岛的战术,蓝队谁都打不过,红队谁都打不过,推荐王志志当主教练,同意的举手,杜芷岛这坏人闹着玩一样谁手感好谁就下去。 杜芬真的比李南差很多蓝队没有进攻核心,没有好的组织后卫,打成这样不难想象,别期望太高,另外杜芬只叫不敢说,毕竟咱不专业,但选人肯定有问题。 韩德军,胡金秋这种内线面对欧美有身体对抗,有战术素养的球队,他们的攻防都会有问题,这还是一个克罗地亚三队,要是奥运会,世界杯级别比赛,更要命。 所以,我从来都不认为韩德军,胡金秋会入选12人大名单,而周琪,顶焰宇航昨天面对克罗地亚,表现出,的统治力,证明他们为什么是铁打的12人。 姚主席应该再落实一项规定,凡是被球迷投票最差的,自动从国家队消失,我先投一票,于得好赌直到换人太频繁了吧,一回合失误换人,不进球换人,失位换人,换下来没多久又换上,球员在上场后感觉怕了,空位也不敢投,动作都不敢做,感觉没信心啊。 目前没有阿联和艾伦的蓝队,状态堪忧,没有明确的战术核心和打法,杜丰更是胡乱换人,无钱上来状态很好,但是至少有三次投中球后被换下,全场通过换人,嘶孔,手舞足导刷画面,刷存在感。 主教练的一波波操作叫我看不懂,两场比赛都没有看完,实在是看不下去最大的问题,是于得好打个空位传球还没有内线传的好,却能够被选入国家队,多次被换上场打乱男篮节奏。 其次,就是杜丰多次把刚刚进球,手感火热的队员替换下场,导致投手状态的下滑,最后,就是整个队伍时常有停止运转的情况,所有人站着不动,中锋持球却没有人接引。 计战术上存在着很大问题,肚子倒啊,大爷,我扶你了,求你另谋高就吧,最起码别当国家队教练了,再连赛您爱怎么折腾都行,打得不好的换下,打得好的换下,刚下来没几分钟又换上,本来一群精力不错的球员,愣是让你脸傻了,不会打了,猛了,肚子倒啊,您要是真的为了中国篮球好,您就行行好,高台贵兽放过国家队吧。 现在你们应该了解广东队求你,曾经的痛苦了吧,突然感觉广东队好牛逼,杜丰带都能进决赛,名人不说暗话,教练是真不行啊,对于本场比赛,你有什么想说的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